第二百零二章 真假 健康顾家族宅里 顾长春与众族人聚坐厅内 十八娘的三百万两银子已经到了 顾长春沉声说道 自从从京城回来后 她的精神好了些 虽然双目依旧浑浊 但内力已经是一片坚定 这人神色微微欣喜 纷纷低声交谈 不至于下的银子 什么时候到啊 对呀 现在咱们的钱庄还在不断地被集兑 三百万两可是撑不了几天哪 大家再去凑钱 黄世音开口说道 不管怎么做 也要撑过五天 这一次 是生是死 就看大家的了 凡事总要做最坏的打算 苏长 如果十八娘的银子到不了 或者不够 怎么办 一个年长的男人面色悠悠地问道 这是所有人的担忧 虽然当年大厅四大箱子银前 闪人眼的景象还深映在大家心里 但顾十八娘毕竟是个十几岁的姑娘家 万一出了什么意外 族爷呀 门外响起了一阵喊声 脸跑带颠的 冲进来两个人 来了 来了 顾长春猛地站起来 声音里带着男眼的紧张 什么来了 他问道 银子 银子 来人是又想哭又想笑 十八小姐的银子送来了 这一句话让气愤消沉的大厅 猛地沸腾起来 走 顾长春带头急步向外而去 众人才站到门口 就见两辆大车拉着银箱进来 十二百万两啊 顾长春哆哆嗦嗦地说道 大手一挥 哦 快 分王个个分号 哦 组长爷呀 来人又捧上一封书信 这是小姐的信 顾长春忙伸手接过 迫不及待地打开 脸色不由地变了变 这 这 他声音有些迟疑 怎么了 黄世音等人在后问道 面色优色顿情 你们瞧他说的这些声 是不是太 顾长春将信递给了他们传阅 一面叹气 哎 这太冒险了 看完信 众人神色也是犹豫不定 所有分号不关门 把那些还没兑银的大户利息送去 还告诉那些大户需要提银的可以提前安排 这 怎么可以呀 我们根本就不够 少一个人提 我们就多一点机会 这 我们正愁队严的人多 怎么还善赶着要人来队呢 荒唐 荒唐 哎 小孩子家不懂 怎么胡乱直会呢 组长 请你 过请你 胆可不能让他胡来呀 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 说成了一团 别吵了 顾长春猛地抬手制止大家 陈生说道 当初我答应过十八娘 这是他的钱 怎么用 怎么做 一起为他 马首使战 因为顾家的钱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整个顾家也到了随时都要崩塌的边缘 如果不是顾十八娘这次出手 他们现在只怕已经开始被官府勘压起来 核查清查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 也得世上一世 一番计较后 生存成了最高追求 众人拳击便达成前所未有的遗志 族长 我们听你的 就按照十八娘信上说的去吧 顾长春转过身 环视众人 十天 只有我们撑过十天 我们顾家就死里投生了 很快 顾家各个钱庄里都摆上明黄黄的银子 曾经不管怎么骂 都动作缓慢的伙计们 似乎一下子吃饱了饭 迅速地带着满满的笑 接过一张一张的银票 送出来白花花的银子 而与此同时 那些在顾家钱庄 从了大笔银子的大户都收到了今年的利息信银 同时缝上的还有一张盖了顾家钱庄印章的预提款单子 曾经关了门 贴出亭业的几家分号也开门了 并且提引者来者不拒 这突然一系列动作 让顾家钱庄已经没钱的留言变得动摇起来 这叫顶着十九座戏 扬州最好的客栈包间里 信昭阳与顾十八娘相对而坐 这当然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一则稳定人心 二则不让外人看出自己的老底如何 他接着笑道 谢谢 顾十八娘抬眼看了他 微微一笑道 不客气 又不是白出主意 信昭阳笑道 看承销付款 我记得 顾十八娘点点头说道 信昭阳笑了 自己吃了口茶 看着眼中依旧不失凝重的顾十八娘 呼得问道 你跟你腾哥说的那些话 哪句是真 哪句是假 顾十八娘低头吃茶 真真假假 有什么重要的 重要的是结果 他淡淡答道 信昭阳笑了笑 没有再问 自己蒸了杯茶 建盈一百万两的欠条已经打好了 大少爷还特意跑一趟 是怕我赖账吗 顾十八娘问道 出这么大的事 我不放心你啊 信昭阳整容答道 顾十八娘抬眼瞥了他一眼 信昭阳笑了 我来扬州开封号 哪句是真的 顾十八娘淡淡笑问道 真真假假的 有什么重要的吗 信昭阳哈哈笑道 重要的是结果 结果很好 年前三份药 顾十八娘冲他竖起三根手指晃了晃 这是借银消去利息的优待 当然 药钱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多谢多谢 信昭阳笑道 当然当然 顾十八娘不再说话 室内县路仪这沉默 十八娘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信昭阳并没有走的意思 而是问道 等呗 还能怎么做 顾十八娘答道 靠在椅背上 冒雪舟车而来 又连日应酬扬州的各大药商造势 他的倦怠已经再也掩饰不住了 十八娘 信昭阳忍不住轻声换了声 但上位请便 恕不远送 顾十八娘淡淡说道 越来越有大药师的样子了 不过 还不够 别说如果换做你师父 就是小柳爷在 这句话也不会说 信昭阳笑道 那不一样 顾十八娘轻轻吐了口气 看了他一眼 我成你的琴 信昭阳抿嘴一笑 没有说话 也没有起声的意思 而是再一次看着顾十八娘 眼中闪过一丝怜惜 十八娘 他又轻轻换道 顾十八娘恩了一声 看向他 请说 信昭阳却是看着他一笑 摇了摇头 没事 顾十八娘喜怒不显地 看了他一眼 收回视线 十八娘 信昭阳再一次开口 顾十八娘坐上身子 整容看过来 没假 隐隐显出怒意 那 我先告辞了 信昭阳笑道 站起身来 不带他说话 拱手一礼 便湿然而去 连宝这才从一旁过来 将一块热毛巾递给他 顾十八娘接过 轻轻拂在面上一刻 连宝 我们走 他站起身来说道 去哪呀 连宝忙问道 这里该做的已经做完了 现在回健康 顾十八娘说道 深吸一口气 苦笑了一下 何况 再住下去 我们就没钱结账了 连宝默然低头 隐声是 顾十八娘进健康时 又小小的热闹一番 顾长春亲自派人去接 而得到消息的健康药商们 自然也不会拉后 跟随顾十八娘进了顾家大宅的 还有一辆堪得严严实实的车 马车走过 路上被压出了一道印 显示车上装的东西很有分量 这是自那次离开后 顾十八娘第一次回来 待遇却跟当初从仙人县来时 截然不同 所到之处 人人恭敬而笑 小姐 林宝察觉到神态有意 只当她累了 蒙关切地低声询问 顾十八娘抬手 轻轻逝去眼角的一点水光 这就是 事情人心 人心事情 不管你顺从还是怨恨 是奋斗还是卑微 她始终就在这里 冷冷地看着 世世代代 生生死死 不变不休 看着装银子的车 驶进后院 顾长春终于吐了口气 看向坐着安静吃茶的姑娘 十八娘 五百万两银子就要用完了 你看 有人忍不住抢先问道 号上还有多少 顾十八娘笑问道 总好还有两万两 我那里还有五千两 我那里只有一万两 不过已经有人语题了 众人眼巴巴地看着顾十八娘 不急 顾十八娘笑的 放下茶杯 十八娘累了 先去歇息一下 黄石英开口说道 不带众人开口 便亲自起身也落 你家一直没有住 收谁也来不及 冷冷地 到我那里去吧 那 都惹三奶奶了 果实八娘笑的 站起身了 也不再客气 走到门口 看着满屋子 炽热不安 焦躁的目光 又停下了脚 对了 过几天 还有银子来 应该是走码头 大家派人去看着点 这一句话让屋子里顿时沸腾起来 顾十八娘笑了笑 跟随黄石英而去 这一去就歇养地不出门了 眼看着存盐不断减少 前来请分银子的人越来越多 就连顾长春也坐不住了 来了几次 不是十八娘在洗澡 就是睡下了 他身子受过伤 黄石英委婉地说道 借着这次顾十八娘强势归来 有关他的消息也在族中广为流传 大药会的惊心动魄 是最受欢迎的故事 郭长春叹了口气 这次辛苦他了 他又轻轻地摇头 没想到 没想到啊 这次辛苦的是他呀 黄石英冒冒地点头 包括 冠府提言的期限就要到了 这可是个大树木啊 顾长春驱散心里浓浓的复杂情绪 正是如今的大事 陈生说道 好 他醒了 我去河头说 黄石英点点头 顾长春便不再停留 起事告辞 才走出黄石英家门 族中几个老者就迎面跑过来 顾长春重重地咳了声 几个老者 这才微微脸红收住脚 族长 官府来人了呀 他们带着几分黄黄低声说道 顾长春的脚步优得一软 来了 怕什么 又不是没钱 他深吸一口气 瞪了几人一眼 整了整衣衫 走 进了大厅 见只有一个男子长身而立 穿的不是官服 而是便服 见到顾长春进来 面带微笑地互相失礼 陆大人 老壳怠慢了 这就去撞了银子 给你送 闲话不说 顾长春便主动说道 陆大人一笑白白手 哈哈 不急不急 顾长春只当他这是 说的客气话 知府大人说了 等开了春 和朝廷下发的春种银子一起提就是了 陆大人接着说道 顾长春顿时就愣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忍不住问了一遍 没错 陆大人 陆大人意味深长地笑道 不急 老大人 安心吧 顾长春终于听懂了 忍不住浑身发抖 这是官府特意放他们一马 不参与此次挤兑 给他们留了几个月的时间 可别小看这几个月的时间 那就是生死之差呀 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哪 顾长春有些失态 忍不住握着陆大人的手 颤声说道 哎 老大人说哪里话 别人也就罢了 但小顾大人开口了 我们还能信不过吗 陆大人意味深长地 拍了拍顾长春的手 低声说道 这时候的老顾大人 是说话不管用了 那么小顾大人 是 是鱼儿他 顾长春忍不住问道 鱼儿 陆大人一正 玄机摇头笑道 是顾海 顾寒志大人 海哥 顾长春一愣 有些意外 有些难以名言的滋味 我们知福大人 藏于李大学时 有过世生之意 陆大人低声说道 颇有深意地轻叹了一声 哎 大人一只心中有愧呀 李大学时 就是当年 顾海貌似力挺 不惜得罪 朱春明和皇帝的考官 并为此差点丧命 顾长春也有些失神 再三谢过 亲自送走陆大人 自己一个人 在大厅里坐下来 一直坐到 夜色笼罩了 整个大厅 也没有动半分 扬州的顾瑜 很快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事实上 有关顾十八娘 以及顾家的任何消息 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依旧坐在宽大舒服的 书房太深椅上 神情却并没有以前的轻松 她微微醋眉 手指敲着桌面 等夜色上来时 她才猛地坐正身子 哼 想得美 好处休想让你们都站了 她低声说道 然后拔高声音 来人 一个侍卫立刻从门外 无声无息地进来 低头应声 去 船里 船可以下河了 顾瑜缓缓说道 是 侍卫并没有多问 立刻转事去 三天之后 顾家前装所有的存银 都用完了 虽然挤兑的人少了很多 但还是有人来对音 一直见不得顾十八娘面的众人 实在是急得要死 出关了 咱们先去库房拿银子 反正十八小姐就是给咱们来用的 有人跺脚说道 这话还没有说完 就听门外一阵嚷嚷 于少爷找到货船了 于少爷送货船来了 到码头了 有货物也有银子 快去见呀 人群哄的一声 再也过不得找顾十八娘这边的银子 一窝蜂地涌向码头去了 成了 得到这个消息 顾十八娘一下坐在椅子上 凹凸红红的双眼 终于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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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股